老顽童周国通有一门掌法 灰力惊人 远胜九阴真经 那么这套掌法到底是什么呢 在金庸武侠世界里 有许多武功高手 其中最幽默风趣的 当属老顽童周国通了 周国通为人天真烂漫 胸无诚服 犹如小孩子一样 虽然周国通为人疯疯癫癫 但是一身武功荡真是高 练成九阴真经后的周国通 就连东邪黄药师也资亏不如 看过射雕英雄传 与神雕侠侣的都知道 老顽童最为人所熟知的三门掘学 第一门是空明拳法 是老顽童从道德经上 领悟出来的掘学 他与太极拳一样 有一曲同工之妙 都是一门以柔克刚的拳法 而第二门掘学 就是左右护国之术了 这门武功看似简单 其实多少聪明伶俐的人学不会 他的主要原理很简单 就是一心二用 所以世上能做到一心二用之人 当真少之又少 但此功一旦练成 双手就可以使出两种不同的招式 相当于两个人打一个人 而老顽童最后一门绝学 就是号称天下武学总纲的九阴真经了 这九阴真经乃是北宋的皇上所创 当年他在被仇家追杀逃入深山后 闭关钻研仇家的各种武学 最终在经过四十年的时间 让他创出了九阴真经这本武学奇书 九阴真经包罗万象 包含了各种武功及破解的方法 一旦练成 当真是天下无敌了 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 在后武爵时代 周国通最厉害的武功不是空明权 也不是左右护国之术 更加不是九阴真经 而是一门他自创的爵士掌法 这套掌法就是老顽童自创的逍遥掌法 当年神雕大侠杨过 将自创的岸然销魂掌 悉数传给了老顽童 但是由于老顽童的性格问题 他无法将岸然销魂掌 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但是掌法的招式他却已经实际 后来老顽童与杨过之子杨思望跌落身骨后 老顽童在无聊之中突发奇想 将岸然销魂掌与九阴真经进行融合 创出了威力更胜一筹的逍遥掌法 这套掌法十分符合老顽童的性格 所以威力相当惊人 后来老顽童将这门掌法传给了杨思望 让杨思望越成为了武林中第一大魔头 这也间接造就了神雕后期的第一高手